我感觉车都快扶起来了 暴雨来得又快又急 广西桂林车主被卡在大水淹没的马路 进退两难 多条市区主干道 都能看到不少车辆因为淹水抛锚 镜头换到山区 还有驾驶差点因为大雨丢了性命 我就开到车子这个位置 那上面就全部垮塌下来了 垮塌下来 从这个我车子在路中间 直接就打到这边上了 当时门也打不开 门也打不开我们就从窗子里面翻出去的 车开一半遇到土石流 索性驾驶乘客反应快 顺利逃生 但白色轿车已经面目全非 在一桥洞下 有两人被积水困在车内 情况十分危急 两名货车司机车停桥洞休息 一觉醒来水已经淹掉三分之二轮胎 极端天气突袭大陆多省 贵州暴雨导致河水上涨 部分公路摊坊 居民和利用绳子 拖拉被洪水淹没的轿车 大批江苏国中生 大雨天挤在校门口 很多人没撑伞 让家长看得很心疼 痛骂校方不知便通 坚持非得等到七点 才开校门的规定实在不合理 另外在云南大里 则发生龙卷风吹先巨型冲气城堡 导致小孩受伤事故 四秒都不到 有一个龙卷风 因为它那个风太大了 五六个小孩就从城堡上 就摔下来 大陆吃降局预报 小满之后南方暴雨如注 大小江河水位都会明显增加 极端降雨还会持续两到三天 TVBS新闻夜巨红李明珍 纵而不斗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